龐贝原先是一座小渔村 后来被地中海霸主罗马收围了自己国土的一部分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 逐渐就发展成为了一流城市 虽然面积并不大 却修建了很多的神庙、斗兽厂、大剧院 公共浴室和众多的商部以及娱乐场馆 又因为有天然地人温泉 吸引了无数罗马和周边的富商和贵族前往 商骨云鸡 成为了仅次于意大利古罗马城的第二大城 为什么会有温泉 因为旁边有一座火山叫维苏威 维苏威是一座典型的火火山 数千年来它一直都在不断的喷发 那么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旁边人还要住在一个定时炸弹的隔壁呢 曾经有个著名的地理学家断定 它不是活的 是一座死火山 当时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完全就没有把火山放在心上 其实在公元62年的时候 庞贝就被一次强烈的地震袭击过 地震过后 庞贝人不但没有离开这里 还重建了这座城市 建的更加奢侈更加豪华 他们不曾想到的是 十几年后的毁灭性的灾难会降临这里 公元79年 维苏威火山突然喷发 庞贝城大概有两到三万人吧 喷发后大多数人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还是跑掉了 剩下大概有两千多人看喷发停止了以为没事就没跑 结果不久之后火山更猛烈的喷发 六七米厚的火山会轻刻就覆盖了整个城市 大多数剩下的居民根本都还来不及反应就窒息而死了 还有人是被火山的气浪瞬间气化 仅仅十几个小时 这个甚及一时的城市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也正是因为灾难来临的如此迅速 才让整个城市的原貌得以保存 一千多年以来 古城被埋在火山岩下 人们都几乎忘记了这里还有一座城市 直到1594年的时候 修民水渠石一个工人发现了地上有一块刻有庞贝字样的石头 后来又发现了一些雕像 然而那个时候的人们都还没有意识到 这片地下完整的封存着一座古城 到了1748年 人们挖掘出了被火山灰包裹着的人体遗骸 才真正让庞贝古城重见天日 庞贝的居民们被火山灰包裹着 永远保持着他们生命最后一刻的姿态 现在的挖掘来看 庞贝古城大概是一个长方形的样子 四周设有七个城门 十四个灯塔城内的道路规划是棋盘式的 这是非常典型的古罗马风格 纵横各有两个主干道 把整个城市化成了九个区域 每个区的街巷交织 大街上铺的是十几米宽的石板 两旁是人行道 街巷的路面也是用石块铺成的 城中最宽的大道叫丰裕街 街的两旁是酒馆商店和住宅 商品琳琅满目 而且还是集娱乐购物一体的 逛街可乐有酒吧 饿了有面包店有餐馆 还有类似于批发市场的地方 各种各样的葡萄酒玻璃制品 东方的香料保湿等等在这里都能找到 古罗马人出了名的爱泡澡 这里的公共浴场相当的古雅 里面说有拖鱼室温水浴场游泳池等 墙壁的雕刻也非常的细致 连浴室内一个大理石的澡盆都是价值连城 还有面积巨大的竞技场和表演小剧场 虽然是小剧场 可是人家的小剧场都能容纳几千人 会经常有喜剧悲剧亚剧以及一些歌舞表演 旁边的气候好 商业发达 有钱人都喜欢往这里跑 到处都是富人建的豪宅 客厅和房间的墙上常有大幅的精美壁画 值得一说的是在一家的豪宅里发现了一幅举世文明的镶嵌画 亚历山大大帝波斯大流氏三世的战斗图 这幅画跨有6.5米高3.8米 用150块彩色的玻璃和大理石片镶嵌而成 这幅图也是亚历山大大帝流传后世唯一的肖像 2400年前的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横扫亚洲非洲欧洲大片疆域 这个军事奇才去世的时候也才三十多岁 旁贝的居民都很爱好艺术 大家有事没事就喜欢在墙上玩涂鸦 整个旁贝城大街小巷都画满了涂鸦 古罗马是比较开放的 旁贝这种娱乐性城市更是毫不保留 这里盛行娼妓文化 妓院都是合法的 两万多人的城市妓院就有二十多间 每一间妓院的客房门口都会有不同内容的不可描述的壁画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 下次见